佛教中所说的菩萨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呢? 简单地说,凡是抱着广大的志愿, 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起从苦难中救度出来, 而最终得到欢乐, 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愚痴中解脱出来, 而最终得到觉悟, 这种人就叫做菩萨, 想救菩萨道的人。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 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二十六年,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 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 有独到专严见解,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 诸事繁心,原主可添加本局是微信,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,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 记住微信,二六六八二一三五。 特别称道, 文珠菩萨的大智, 普贤菩萨的大行, 和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, 尤其是地藏菩萨的大愿。 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? 要度尽地狱中的苦难众生, 方肯成佛, 更是悲心恳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